诶 所以留学美国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Cello Coco 之前很多人问到底留学美国一个月要花多少 一年的开销又是多少呢? 尤其是很多学音乐的朋友都在斟酌说到底要不要出国 如果还没有看我在初立洋乐院学到了什么 连结在上面 记得去看哦 这个我们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来说 第一个就是学费嘛 第二个是住宿 第三是三餐 第四是交通 其实这四样呢都是因人而异 要看你是念的哪个大学 私立的还是周立的 通常周立都比较便宜 也要看你读的是什么科系 他们的收费会不同 我自己是念音乐的 那这边就是有分两种 一种是单独的音乐院 另外一种是在大学里面的music school 在大学里面的music school 就像是耶鲁 IU Rice 他们有校园 有其他的科系 音乐院啊就是一两栋建筑物 你出去直接就是街上啊 大马路 现在的话 音乐院大概都要四万多五万美金 也就是等于一百五十万台币 蛤 这么贵 你一年可以买一台 BM 的鲁 四年就买四台了耶 但是 我们有奖学金 有的人会拿全额 有的人就拿的比较少 他会看你的家庭状况跟考试成绩来决定给你多少 你可以去试试看 Kurtis Corbin 或耶鲁 他们考进去就是全额奖学金了 当然别的学校也可以给到全额奖学金 所以就差很多 哥伦比亚大学现在一年也大概要五万多六万 哈佛的话也差不多五万多 接下来是三餐 那时候都是去超市买材料自己回来煮 就可以省很多 其实这边什么都买得到 帮我看一下好不好 再帮我看一下 啊还有这个 打不开啦 一个礼拜一个人的伙食费 大概三四十块就可以解决了 这些超市也有分比较贵的 比较便宜的 如果你去whole foods啦 就会比较贵一点 因为他专门卖有机的东西 Trader Joe's就会便宜一点 中国超市那就会便宜更多 我那时候都会跟朋友啊相约 一个礼拜去一次China Town中国超市 买东西回来煮 如果你去外面餐厅吃 尤其是纽约 一盘炒青菜大概就要15块钱了 一个意大利面 那也大概要20块美金 去吃火锅 大概就要30几40块了 中国超市买材料自己回来煮火锅的话 大概一个人7块钱美金吧 或者是有时候更少 5块就可以起来了 去外面的餐厅吃饭 尤其是晚上 还要加小费 真的是很贵 如果是平日中午呢 会便宜一点点 所以如果尽量自己在家里煮的话 其实真的蛮便宜的 又健康又便宜又干净 自己煮到都变车 再来的话是住宿 这个也要看你在哪一周 哪一个城市生活费会有高低的落差 比如在纽约或旧金山他们的生活费就会很高 以纽约来说 如果你住在曼哈顿岛的市中心 那房租大概一个月就要3000块以上 离市中心越远 你的房租就会越便宜 看你要找两房一厅的啦 还是studio 一房一厅 这些价钱都不一样 那我当时是三个人分两房一厅的房子 所以一个人大概700块左右 算是曼哈顿岛里面蛮便宜的了 那如果你再更上去一点到180街左右 那边的房子就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比较便宜一点 当然也可以住到Queens或Bricklyn去 有朋友住那边大概是五六百块 这要看你学校在哪里 当时我的学校在市中心 是要盲课业啊 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就决定住在Upper West Side 是比较好的一个省钱跟省时的方式 第四个就讲到通勤 当时带过纽约跟Boston 他们的大众运输都很方便 尤其是纽约 当然如果要省钱的话 就少搭计程车啊Uber 搭一些大众交通工具 subway或是公车 在纽约subway是非常方便的 几乎哪里都到得了 大公车也一样 但是公车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他停的站比较多 如果你很常去学校 很常需要搭地铁 那你就可以买一个月的套票 或者是你也可以买一个礼拜的 就会比一天一天买还便宜 而且地铁转公车两个小时内不用钱 所以纽约的交通是真的很方便 你不需要车就可以生活 哪里都去得了 如果在其他州的话呢 就可能需要了 像我那时候如果满省的话 一个礼拜的伙食费是30块 就乘以4 那就是大概120美金 算150好了 一个月在住跟伙食上面 花了大概850美金 其实算在曼哈顿蛮便宜的了 如果你要以最最最便宜方式来算的话 他就可以压到一年花6-7千块美金 在住宿跟伙食上面 那平常我们也会去接一些GIG啦 教学生可以补贴一些生活费用 学校里面也可以打工 当一些USHER啦 或者去办公室里面做事情 也可以申请DORM的RA 有时候你就可以少掉一些住宿费 所以每个人省钱的方式都不一样 还有一个 如果你要在美国国内玩的话 我发现礼拜二订机票会比较便宜 大概一个月前找就差不多了 以上呢就是留学美国到底要花多少钱 其实真的是因人而异 不一定真的这么贵 以上这些供大家参考 一样要记得订阅 按赞跟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